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教大家做花膜 做花膜咱们使用的是发面 在北方每逢春节都会做一次花膜 各种各样的样式 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揉好的发面放起来发酵 发酵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把它给揉至紧实 揉紧实之后 我们把它做成剂子 把它再搓得更圆滑一点 然后擀成面皮 接着我们把豆沙馅包到面皮里面 就像我们平时做包子一样 把它包延式 不要让它漏馅就可以了 包好后 我们把下面给它搓平 多转几下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把多余的一张面皮 给它切成十字刀 然后再分成小块的三角形 把三角形这些全部都彻底割开 切好之后 我们把中间给捏起来 让它竖立起一个角出来 然后把边缘两个角捏紧 捏成一个形状出来 这样我们捏出来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花瓣的形状 直接把它盖在我们做好的豆沙包上面 其他的也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全部做好之后 我们用东西把它上面插上眼儿 也可以用刀给它切成竖纹 各种形状自己随意发挥 生胚发酵之后 我们直接放到蒸锅里面蒸15分钟即可 好看又好吃的花瓣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五 如果你有想学的面食 记得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